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特征有哪一些呢 这里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生理特征 这是与生俱来的 像是手掌 指纹 脸型 红膜 嘴唇 耳朵等等 那另一种呢就是行为特征 这种是后天形成的 包括你的签名 声音 动作 姿势等等 那目前指纹识别技术呢是比较普遍的 不过使用率有下降的趋势 反而是声音 人脸 红膜等等的识别技术 是迅速增长的 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 在上个星期一就在大市关卡 正式展开了相关的试验计划 让新加坡人通过红膜和脸部扫描 快速的通关 那试验计划呢将会为期半年 并且会陆续再扩大这个使用范围的 专家就指出 红膜辨别的准确性比较高 因为红膜有独特性 很难进行手术来改变的 也很难复制 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 同时呢也轻易的侦查到 是不是有佩戴这个隐形眼镜等等 所以呢会更安全 再说通过眼睛和脸部扫描 不需要有任何的身体接触 这也比指纹扫描系统更加的卫生 不过呢红膜认证系统的成本 好像比较高 那英国呢就曾经在2004年 使用红膜认证方式 但是呢却在2012年的时候 就废除了这套估计耗资 900万欧元装置的 红膜认证系统了 所以新加坡的护照收费 会不会因此有所调整呢 则有待观察 再来换个焦点 你家有养斗鱼吗 这种鱼类有打斗的天性 雄鱼之间会为了争地盘 或者是争夺配偶 经常大打出手 甚至呢会打到头破血流 所以呢才会有斗鱼的这个称号 但是由于这种鱼的体型比较小 环境适应能力又很强 外形又很漂亮 所以呢深得养鱼者的喜爱 泰国就是出产斗鱼的主要国家 当局还将斗鱼列为了国家鱼 也就是国鱼 这让斗鱼在国内以及海外的市场 掀起了购买的新热潮 根据泰国商业部的数据显示 泰国每年出口大约2300万只的斗鱼 出口总额是415万美元 也是大约1700亿令吉左右的 而这一数字呢将会在未来几年内大幅增长 曼谷附近就有一个斗鱼养殖场的业者说 不同国家对于斗鱼的外形特征等等 有不同的要求 例如欧美和美国的客户会喜欢 长尾斗鱼或者是半月形斗鱼 而日本人呢就喜欢浅色的斗鱼 例如白色和黄色 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呢就喜欢短尾斗鱼 而中国人呢更喜欢红绿蓝等等颜色的斗鱼 现在呢又要带你去一趟越南寒松洞旅行了 之前呢在聚焦东盟就有简单的介绍过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洞穴 寒松洞呢是在2009年才被考察小组进入探索的 里面有热带森林又有瀑布河流 以及距离现今4亿年的珍贵化石等等 不过呢人类对于这个洞穴的了解还是有限的 因为洞穴内的空间非常大 而且呢也不曾探索到洞穴内的水下世界 它究竟有多大呢 洞内的高啊是超过一栋60层的大楼 有人认为它可以把纽约市中心连同摸天大厦收容进去的 还有人估算啊这个山洞呢完全可以容纳全球72亿人口 一直到这个月初三名潜水员就去探索这个洞穴不曾被发现的地方 就是被水掩盖的部分 这三名潜水员呢曾经就是在去年参与过泰国少年足球队困在洞穴的搜救行动 他们在探索寒松洞的过程 意外的在水下60米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洞室 不过呢因为氧气不足需要返回 这也表示韩松洞的真实规模可能比过去想象的还要大 洞底下还可能会有另一个世界 那不管怎么样呢他们是不会放弃的 并且预定在明年再挑战探索形成 再来带你关心各报的重点新闻 新报的STAR 首相指出跟中国签署的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新合约 除了可以让布城成为铁路转换中心 本地承包商也能分到一杯羹 新路线也将不会对雪龙一带人们贯称的水晶山造成破坏 因为它是全世界最长的石英山脊 另外政府也说在新合约下将获得10亿令吉的退款 新州日报 马来西亚铁路公司MRLSB首席执行员达威斯说 大马铁路公司跟中国交建CCCC组建一家双方各持50%股权的合资公司 如果有亏损将由双方各自承担一半 不过如果有盈利 大马铁路公司将占80%盈利分红 南洋商报 大马铁路衔接公司MRL跟中国交建CCCC正式签署合约之后 东海岸铁路计划预计最快在5月复工 并延迟到2026年12月31号竣工 中国报 首相敦马哈迪指出 政府之所以会重新恢复东海岸铁路计划 是为了避免高达217亿8千万令吉的巨额赔偿 光明日报 政府顾问理事会主席敦达英表示 东海岸铁路计划保留登加楼路线 让登州人民有机会乘搭东铁 而且票价会得到政府给予津贴而享有优惠 他说如果政府不提供津贴 每张车票可能要价500令吉 光华日报 滨州第一泛岛大道PIL1 环境评估报告获得环境局批准 州政府接着将寻求工程过渡资金 工程预料2020年7月正式动工 988聚焦东盟为你跟进的新闻到这里 下次再聊